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如果对你有作用的话 可以用 可以随时念 如果没用的话就算了 有用就可以 对 他有用就是个工具 他佛部上的名号是有些 如果你从内心真的有公具性 有慈悲性能跟他相应的话 第一是有慈悲性跟他的品质相应 第二是有公具性能够 你公具能跟他相应的话 那你内心真的有这些的话 那你吃出他的名号 就光吃出他的名号 价值力还是蛮大的 或者你自己就是慈悲啊 或者什么 或者你三包足够啊等等 都可能就是说 比尺寿杯子跟手机好一点 你不要以为他就是说 快睡不着不就是几个字嘛 阿弥陀佛不就是个字嘛 但那四个字跟杯子 茶杯跟塑造台子 跟这个桌子还是有 你念这些不一样的 他有信息的嘛 有很多人在念 他长得细细还是有 师傅 我觉得我也没有很深的恭敬心 也没有慈悲 但是以前听那个《妙华妙华经》里面说 他可以持念观世音菩萨迷好 可以离堂 我还很相信很相信这个念 我知道 你啥也没有 因为你是空性的 但是你要在这个世界的嗜血点有 知道吗 我就认为 那就是会的 念完就会离堂离堂离吃 好 你一直啥也没有 内心深处 知道吧 但是你认为自己 如果你起不了恭敬心 起不了慈悲心 起不了这些 就是说感恩性的时候 你认为自己 重点是 你认为自己只有坦诚此脈也 没有那些心 不代表有坦诚此脈也 知道吗 没有那些心 你也没有坦诚此脈 好 那么我们是真空 是吧 那么如果我们是真空 那么我们像这个世界 应该视线自己最完美的一面 而不是视线糟糕的那个一面 是吧 那么有手心手背 那么我视线手心 还是视线手背 如果我准备视线手心 那就自己绝照自己 让自己每天视线散的一面 就OK了 没有那些东西就可以了 为什么一定要有呢 有是一个修行的过程 是破我直的一个过程 如果在这个过程中 你觉得 好像自己不行 小事先手心 但又变成手背了 那么说你没正当 那就自己绝照呗 继续去忏悔 继续去修这些 说明没有是我们自己 就说你绝照呗 不管没有啥也不能有啥 是吧 要自己在直接上明白 但是我们内心有公敬心 有慈悲心 有忏悔在到位上的时候 有公敬心 慈悲心 感恩心这些 我觉得也蛮好的 师傅 我们不可能啥也没有 最主要是 我们肯定有 肯定有 如果不是这些是另一些的话 我们会很失望 知道吗 我有一天很不安 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走到那个门口 要下楼来 我就 也没有说你是虚幻的 我就不想那些 就像你说的 不就是做吗 事先一个 我立马就像你说的 微笑着走下来 该干啥 问题是现在 当你在做这些 说按照佛菩萨的角度做的时候 你不开心嘛 你在做的时候 你不自在嘛 因为你觉得是在不失 是在慈间 是在仁如 是在 你还在有修有正的时候 你觉得你在压抑自己嘛 你不是很自然的在流露做这些事 是你觉得你要成佛 必须做 你觉得这样成不了道而做 是不是 这个时候你还在到位上 所以你的功德是些 就是说当我们做完的时候 还不喜悦 也不喜悦 不觉得自己得了啥 没有收获嘛 感觉 但是那个时候 是你还在到位上 99度水还是凉水 到100度才是开水 你还在98 可能97度慢 在那折腾 但不代表马上不是 成功可能就一刹那 休息也是 突然就感觉到 你可以了 所以四别三月寡目相看 就是那种 三天以后突然开悟的 就是寡目相看 就是一下子变成另一个人了 因为这种 修行的升华跟四处法不一样 四处法不是说今天我 你大学毕业考了个博士考了个研究生 你就能有毕业多少 但修行完全是两个 一旦一个人 一夜之间跟另一个人 就拉一下好大的距离 因为他的开悟 一下子打开了好多维度 好多视角 心胸气度 眼光 他的格局完全变了 那个人还在原地他 因为他还在人道 他已经突破时空了 所以一下子拉的距离 一个贴到一个底下了 就是刮目相看了 就哇 就这样子 太厉害了 但是您就是 您看到的我们的变化 还是自己知道 自己知道 自己知道嘛 这就像 算了 不比一样 自己知道 自己知道 自己知道的 你一下子突破那些 你自己会知道的 因为你跟你以前的同事 你比嘛 对 你自己不知道 但是你跟以前的同事 一往一起做 你突然发现自己不一样 他太远了 就是从眼光 从一件事的认知 到说到一件事的时候 他是这样就知道 怎么可能他是这样的 以前不是啊 你会觉得以前不是这样呢 以前你也是 以前你们能聊在一起 倒不是说你 是以前同一件事 你没有过头的日子 突然你发现 你自己已经超越了 这件事 这个玩具你已经不玩了 他还在那玩 就像玩尿尼的那种事情 一群小伙伴在那玩 突然你开悟了 你骑身到20岁了 刹那直接长到20岁 你开悟是一种突然的车 你不玩尿尼了 那些人还在这玩尿尼 就是这样 就刮目相看嘛 素杰成长 我觉得我有时候有这种感觉 不知道你就控制 还在那个维度里边 一直在游戏 但是就是好像 这样是比别人好一点吗 有进步吗 就是不太信 要有个自变 要有个自变 自变了自己是知道的 很多东西在改变 如果没有自变自己是 还在迷惑这个 就知道 自变应该自己会有感觉 会知道 多多少少少 某某某某知道自己 好像不对了 不一样了 而且有时候 有时候 你看一些 有时候突然醒来 有时候突然看佛经 看到每一句话的时候 身上的汗 汗毛刷就竖起来了 就是 他会震惊到那个程度 有些 每个人都是 只剩我们不知道 你不知道 你看到了宇宙最高的秘密 你不知道 就看到了最高的机密 你不知道 这就是佛 佛世界 你在金刚经理说的时候 看到这段话 能不经不布的人 真的是蛮少的 就是那种 好厉害的 那种 汗毛你都能竖起来 但我们就是现在的梦里 你不去 你生好多结束的轮回 一直在轮回 在迷迷茫茫茫 轰轰 不知天高地厚的 在轮回 然后 然后就这么 一直在那转转转转 突然有一天说要醒来了 就是突然要开花了 就是 尘埃里的花 尘埃里要开花 在灰尘里面 是吧 自己生命的一个 就生生世世的一个重大的决定 很重要的一些转折点 那是你生命轮回里面 你开始 闻听圣人也论 而且开始成道 成道是醒来嘛 没有那么多声音 醒来 因为你在时空是个幻景 是个梦嘛 你不知道嘛 一直在那活着 一直在那活着 哄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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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其实每天都发哄的 你不觉得 今天早上起来 你到现在记得你做啥了吗 不知道你怎么早上起来 磨磨磨磨磨到现在 我们做了啥 就发哄哄哄哄哄了 好像能熟起来 也做过几件事 但做的时候 你还不迷迷茫茫呢 你甚至忘了跟谁说话 说了啥 你能回忆起来吗 说不知道 我们唯一记了 可能就吹了蛋糕 然后一直吃了一块 剩下的我们干啥了 好几个小时 好像我坐在说 你听见啥 反正就是说佛法 不知道说修行呢 我知道 我就说我们就这么一天一天一天 不断地重复 你出来不厌绝这种重复 你看今天晚上又回去又睡觉 睡觉第二天醒来又开始 你出来不厌绝 一模一样的一天又开始了 但是你真的很深地厌绝过这种日子吗 为什么你在做梦啊 梦游啊 在梦里边你是不厌绝上一个梦的 如果是很真实的 你早就业无头了 昨天跟今天怎么能过得一样呢 怎么又吃梦头呢 你很 怎么早上吃了这种大米 晚上又吃大米呢 你会很厌倦的 你知道这种重复啊 这种单调啊 这种乏味啊 但是你竟然 你忘了你知道吗 你在梦里边在梦游啊 在这一天一天迷迷茫茫 我们过了三十年啊 你知道我们就这样过了几大节啊 就这么 你出来不醒来啊 现在我们准备醒来了 这是准备啊 还有在梦里边说我要醒来 我要醒来 然后继续呼 但是总有一天会醒来 反正每天醒 每天醒 每天醒就这样 我会派到梦里边 这种台湾 好 对啊 好 对啊 好 好 对啊 好 好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